那一晚肖战用20步走到聚光灯下 8秒后 粉丝为他亮起了一片红海 2020年底 沉寂了10个月的肖战 在没有任何官宣的情况下 亮相星光大赏 尽管粉丝不确定他会不会来 他也不知道台下还有没有人在等 当肖战真的现身那一刻 看台上瞬间亮起了点点红光 接着迅速连接成片 满场的红色海洋照亮了嘉宾席 丁宇熙开始四处张望 本来在聊天的赵露丝和助续丹 也被红光吸引 露出震惊的表情 在正儿一拢的呼声中 肖战小心翼翼的抬起头 放向观众系的目光满眼动容 要知道早在五个月前 他就解散了自己的后援会 本次无法通过官方途径获取团票 更没有人来组织应援 这场红海堪称奇迹 所以第一段歌词唱完时 他先是露出灿烂的笑容 又低下头 金敏嘴唇忍着情绪 等到音乐再响起 他不仅声音哽咽 眼底也有泪光闪动 偶像和粉丝的双向跟赋 创造了那一句最震撼人心的八秒 连见关大场面的主持人都备受触动 此时时刻千万千万不要放下 不要放下 不要放下你们的灯牌 不要放下你们的灯牌 今天晚上不仅是台上的星光 点亮了我们的南京的夜晚 也是在座的每一位 你们的星光也一起应和着 让这个夜晚变得分外的美丽 相信那一片红海 在每个人的心里 都洒下了一道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